面具是一种全球性的古老文化现象 它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中国的面具品类繁多 功用广泛 南风是挪文化历史比较悠久的地区之一 有着两千多年的传挪历史 南风挪文面具它是按照造型来分 分为有区域神奇 民间俗神 世俗人物 精怪动物 英雄神将 道士神仙 这六个种类 在南风呢 现在还有三十多位这样从事挪面具雕刻的艺人 南风挪面具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挪面具雕刻这块呢 已经到了省级备一 挪面具的风格目前分三种 一种是工艺面具 还有一种是黄骨面具 还有一种是我手上拿的这种挪舞 跳挪舞的面具 我多少拿的是挪公 这个是挪婆 表示那个呼吸 和美 幸福 我从小时候不是有跳挪吗 我就记得我的脑海里 1988年徒童毕业 学习这个挪面具雕刻 一直充实到现在 做了有三十多年了 制作挪面具首先要选料 第二步呢就是那个设计 第三步呢就是打胚 把那个形状要把它打出来 打胚之后就修灰 所以打磨 上色 发迷眼 关键的步骤还是定型 各方面的比例要恰恰 反正说要有个微五形的 你那个力度要够深 你牙齿又弹我短 拖揽感 说明它的这个东西也显得古老 这种力度干嘛 是吧 知名人士咯 他把南风这个挪文化带出去 去自国外 一般是他对这个挪文化的了解度 比较深的人 他就会喜欢这个东西 我们明显流传的是 面具它是吉祥物放在家里面的 还有在办公的地方 挂在身上的吊队 年轻人买的最多 还有那个车钥匙上 他也挂在那个上面 就顺顺利利 八八年同时到现在 应该是有二十来个 分布到各个地方去了 他自己都已经那个带土地了 农民雕刻不是说 一天两天学的会的 他最少要三五年 他也能学成 所以说现代的人要学这个 属于真的比较难 属比他灌输了他的思想 他认识到这个艺术的内涵 他肯定是学得下去 包括我们经常去学校展演一下 让小学生他知道这个 挪文化的一种底蕴和内涵 他就慢慢地了解出来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把这个囊民雕刻传承下去